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目龙已经被人控制了 他故意说错话 是想告诉我们 他的处境很危险 另外 我们的行动计划 敌人已经很清楚了 谁这么大胆 星四军的游击队 土匪都有可能 很多人都想得到这批文物 很多双眼睛都盯着这批文物不放啊 大总 您看是否需要改变转移文物的计划 皇叔收臣将知 传期已定 日记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劳 既要安全的转移文物 又要救回邵总 还要将敌人一网打尽 真的很棘手啊 他们绑架黑目龙 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我们将计就计 文物立即连夜转移 一刻也不能耽误 方导 你聚集负责此事 马上通知特勤队 护送文物 到车站交给半天绍族 由铁路送往上海上传 为了避免对方暗中监视我们 一切的行动都要秘密进行 高队长 我们警备队 配合我们皇军一起全程戒严 重点 是要查程西一带 查出黑目龙绍族的下落 封锁大街小巷 一定要把他们一防打尽 是 记住 少开枪 不要伤了少座 请大座放心 们 国国家 四農 嗯 收铁裔 故意 对 名 mak 这黑木头啊 让咱们抓到了 再按照计划行事 离城宫就不远了 是啊 真没想到 这才会这么顺利啊 明天我们换上日军的衣服 跟着黑木龙 把装宝物的车给开出来 然后逃之夭夭 那就离城宫不远了 没错 队长 你怎么了 有什么担忧的吗 是不是太顺利了 以黑木龙的性格 不会那么轻易地打电话呢 不是队长 你想忒多了 你别以为黑木头是邵左 他就不怕死 我跟你讲 官人越大 他就越怕死 就是啊 我觉得他打电话的时候 口气很奇怪 还是吴颖说得对 队长 你想太多了 我倒是担心呢 明天这个黑木龙 会不会乖乖地 跟咱们合作 不合作呢 简单 直接杀了 就是 宰了他 小儿 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武士 但是 黑木龙 少佐被人绑架 现在我们已经查出 他的确切未知 是在承熙 治安大队的附近 你们马上到承熙 仔细地查一查 务必要保证 少佐活着回来 是 不计划 计划完毕 出发 报告 计划完毕 出发 不计划完毕 鬼子已经发现了 黑木龙失踪 我们的计划全盘暴露 现在大左府戒备森严 我们恐怕没法扯了 队长 那个黑木龙已经没有用了 要不然我们杀了他吧 好 任你处置 小鬼子 你杀了我爹 还有陈伯伯一家 我要亲手把你这个畜生 给宰了 替他们闹虫 我们到日本皇军 是不怕死的 洛阳 你暂时还不能死 你想怎么样 明天我要利用你去发号施令 把国报给骗回来 你们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你在做梦 谁说的 谁说计划失败了 黑木大族 已经知道你们挟持了我 他一定会改变计划 不可能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被我们挟持了 不要欺骗自己了 刚刚你们说的 我全都听到了 知道 为什么你们的计划 会失败吗 因为刚刚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他们起了疑心 你们 等着去死吧 你 你 你 看你了 事情已经暴露了 我们必须改变机会 那那边一定会有动力的 说不定已经知道 我们在哪儿了 那三人 你带人去监视公司 一定要注意国宝的东西 好 兄弟几个 走 好 两个 队长 黑木戎怎么办 先把他留着吧 干脆把他杀了算了 不行 留着他可以做人质 说不定还能换回国宝 走 走 快 走后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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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 快走 快走 给我转 转 快追 快追啊 少佐 少佐 你没事吧 报告 少佐 你去对他们已经跑了